也不是要炫耀什么 就是这个实力 也没必要隐藏 咱要不装了 它排了 然后再讲到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镜头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镜头 摆到前面 这些镜头其实都很有故事 很有故事 首先讲机身上这个镜头 它就是被誉为 残伏镜黄的 适马的1835F1.8 这个镜头最大的好处就是 它在残伏机身里面 能够做到18到15毫米 这个变焦焦段 能够恒定1.8的大光圈 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 去干活的时候 一个人单兵作战 真的没有那种条件 去有根基源 来给你换镜头 或者你自己来回换镜头 可能包括我要是上了前面的遮光 遮光斗 换镜头就很不方便 包括我上了这种根胶器 我还要重新去 安装这些根胶器 和遮光斗 又非常非常费时间 所以变焦镜头呢 就能解决15毫米 18毫米到35毫米之间 其实18毫米到35毫米换算成全幅 刚好是使用率频率最高的一个焦段 其实它还有一个兄弟镜头 就是50到100毫米 恒定1.8的这个长焦变焦镜头 我一直想买 加进贫寒 一直到现在这个计划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实现 这个镜头给我最大的感觉 就是画质真的很棒 它在光圈全开 1.8的时候 不管是18毫米 还是35毫米 都有优秀的成像表现 这个不是我一个人说了 是这样的 我是听了很多人说了 我才去买的这个镜头 所以大家如果是要干活 不在乎这个重量 因为干活是出去赚钱嘛 你不是出去旅游 或者是出去跟家人们拍拍 跟同学朋友拍拍的话 如果你是干活 要讲究画质 要出片 要极限环境 要用到大光圈的话 必备镜头 缺点是什么 缺点就是呼吸感比较重 相当相同种 包括他的兄弟镜头 50毫米到100毫米 他那个呼吸 就是更换焦点 就是你前后对焦的话 有点像变焦 就是往上笑化 他们对焦像变焦 另外一个缺点呢 就是重 是吗 其实为了他的画质 其实往这个镜头上堆了很多料 还有一个缺点 如果前面两个就是重 和呼吸效应大的话 不算缺点的话 那最后一个一定算缺点 就是说 他没有防抖 对 确实是很尴尬 因为很多现在老的机身上 比如我的富士XD3 是不带机身防抖的 再加上这个镜头也不带防抖 那直接就导致我在手持拍摄的时候 就很尴尬 就几乎要需要后期在软件里面 做电子防抖 好 这个镜头就我们就算过了 好 先拿到哪个算哪个 这个镜头 佳能的EFS EFS是代表佳能的这个 APS画幅的镜头 所以说他这个18到 10到18毫米 这个镜头 因为这个镜头是解决了我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超广角的问题 因为我们有时候在拍业务的时候 拍活的时候 需要用到超广角 就是拍带一些环境 带一些建筑 这个时候怎么办 因为S35的画幅的话 它是有换算系数的 你即便是16啊 18毫米 在全幅上面的这种超广角 它在上面也变成了一个 就是接近于35毫米的这个 这个市场角的这个 不算广角了 所以我要解决广角问题 富士原厂的广角 是一个比一个贵 老挖镜头呢 或者其他的一些呢 又是手动镜头 又不太符合我单边作战 这个要自动对焦的这个需求 所以想来想去 我就选择这个镜头 你以为选择这个镜头 直接用上转接环 我现在这个上面用的是 Fringer的这个转接环 是佳能卡扣转 FX卡扣的 非常好 因为它有这个两边的协议 所以正常的对焦 追焦都没有问题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你以为就买了就完事了吗 佳能有一个很恶心的地方 就是EF卡扣的镜头 EF是代表全画幅的相场 和EFS卡扣的镜头 它虽然是一个卡扣 但是很难通用 是因为它EFS卡扣的镜头 居然是屁股突出来的 直接造成就是你 上到这个转接环也好 上到这个佳能拳扶肌身上 是有一截是突出来的 我是查阅了国内外 一些动手能力比较强的博主 他们对这个镜头 进行了一个切屁股的行为 这是用锯子也好 用钳子也好 把它的屁股给它掰掉 突出来的一截给它掰掉 这个呢实话实说 是我爸给我弄的 因为我确实对我自己的动手 手残确实没有什么信心 因为你看到里面有很多排线 有很多电子触点 你很难想象 你拿个锯子坑哧坑哧 在这里锯的时候 虽然这个镜头不算贵 一亿千块钱出头 但是你一刀下去 这一千块钱要是报废了 这个镜头还没给我赚钱 就报废了 我确实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就没有办法 就请我多年 这个就工人 老工人阶级的这个经验的爸爸 他是一个就是非常经验 非常丰富的这个工人 他就用他的专要的工具 什么剧啊 钱啊 还有那些挫子啊 一顿弄 因为我给我爸看了那些 国内外那些切这些镜头的 这些成功案例 我爸看了之后 信心十足 所以才决定把这个重要的工作 交给我爸 不是中啊 就是切上去之后 装到这个镜头上 严丝合缝 我确实很难像 像这些手工大神 其实我觉得我爸 应该是一个手工大神 严丝合缝 就像机器切出来的一样的 没有丝毫的这些误差 至少我肉眼是看不到的误差 他装上这个转接环以后 他装上这个佳能的机身 我试过 没有一丝的这个松动 也没有这个肉眼看得到的间隙 说回这个镜头的缺点啊 优点就是大广角解决了我 就是花一千多块钱 可以解决这个广角的这个问题 缺点也很明显 缺点是什么 就是他的光圈确实是太小了 他的光圈是 4.5到5.6的光圈 当然他有一个还有一个优点 他是带防抖的 这个防抖是可用的防抖 第一他是广角 第二他带防抖 所以他在前期就给我减少了一部分震动 再加上他是广角 我在后期裁切稳定一部分 还能够保证一定的视长角 一定的这个广角 他的缺点就是他的光圈 特别小 然后呢 他对焦有点抽风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就是他 当然不是这个卡口协议的问题 他有点犹豫 就一直 可能是因为广角 焦平面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光圈 太小的问题 所以造成他的这个玻璃感 就虚化没有那么明显 造成主体跟背景的玻璃感不强 他可能会在 就是对焦的主体和背景上 有点来回犹豫 我因为曾经做自拍的时候 这么举手自拍的时候 他可能经常一会对我的脸 也会对我的身上 也会对我的背景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造成的 但是不妨碍 我认为他是一个好镜头 优秀的镜头 说到这个镜头 富士原厂的 我一期吃富士的原厂镜头不多 只有两个 这个是我在咸鱼上买的二手的 15毫米到45毫米的镜头 我为什么要这个镜头 其实大家可能看 就是15到45 这个是18到35 焦段就典型的重复了嘛 而加上这个就是画质优秀 这个光圈是3.5到5.6 比这个好不了多少 但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我拿他跟这三个镜头 无论比 就从外观来看 你看到了上面 小巧 现在我如果不是去商拍 我就是拿个镜头想记录生活 我一定是带最轻的东西工具 最恨不得就是 常说就是最好的工 就是拍摄工具是什么 是手机 因为他掏出来就能拍 还能打电话 还能随时就是上传分享到我的社交媒体 所以他因为足够轻 足够小巧 所以只要不是商拍 而且他还带防抖 他的防抖效果是比这个佳能的 这个10到18要好 这个防抖非常好 我当时买的设施将近500块钱 现在已经被炒到了700多块钱 所以大言不惭的讲 我算一次成功的理财投资 这个我非常非常喜欢 这个就厉害了 这个就厉害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让我看一下 能不能对调上 看着就是这个上面的字 你点一下屏幕 好 大家可以看 这是一颗正正宗宗的尼康的尼克尔镜头 这个镜头是 这个镜头呢 是一个胶片时代的上面的AIS的卡口的镜头 它有优秀的这个光圈 它光圈是1.4 50毫米1.4 然后它的这个对焦阻尼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对焦阻尼 非常的油润 好 大家知道 在尼康有一个501.8 佳能的501.8被称为小檀鱼 其实在我看来是一个贬义词 尼康的501.8被称为什么 人类光学精华 那么这一颗501.4 其实就是人类光学精华中的精华 当然 佳能还有一个52毫米 还是58毫米的1.2 手动对焦头 也是胶片时代留下来的 那个那可能就是 暗夜之王了 这个镜头我为什么就有 就是我爸原来其实是一个摄影爱好者 他就是有一个这样的镜头 他给我之后 其实我心里就说 一直想找个机会给他用起来 因为我之前用的都是单反嘛 用的尼康的单反 就是当然我承认我是为了 这个镜头去买的尼康的 第800第5100第3200我都买过 其实我以前是个尼康党 无意中又透露了这样的信息 到了这个微单时代呢 万物皆可转接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镜头可以转接 尼康的转到索尼 然后佳能的也能转到索尼 佳能尼康都能转到富士 然后转到各种转 就是因为他没就是法兰锯的问题 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万物皆可转 所以我在网上淘 淘到了一个国产的这个尼康 这个镜头转FX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这个人类光学精华 这个镜头是非常小的 他有什么样的 说一下这个镜头的使用感受吧 确实 它的质感非常好 但是呢 由于年代久远 我不知道是镀膜 可能被刮掉了 还是什么 光圈全开的时候非常肉 非常就是 我说的是肉是中性画质 就是中性画质都很肉 是不可用的状态 一直要收到2.8的时候 中性画质才是我个人认为 可以用的出片的一个状态 更多的是一种情怀吧 我用它帮很多朋友去拍过 帮很多朋友的父母去拍过一些具有 复古画质 复古韵味的画面 因为复古画质的话 就模拟胶片 就是有一种很柔柔的朦胧感 用这个镜头 其实很容易营造出这样的感觉 这也是哪个屁 要说到这个镜头了 这个镜头其实是我千呼万唤使出来 在它没有发布 就是它没有上市 它刚刚发布的时候 即将上市的时候 我就跟自己说 这个镜头一旦上市 毫不犹豫 原价够买 这个就是干活的力气 除了这个1835 干活力气就是它了 这是16到80 其实折合成全幅 就是你们常说 你们常说的那个24105的头 光圈F4的 好在哪里 防抖 它的防抖是所有这些防抖里面 的祖宗级别 在它面前都是弟弟了 因为第一它是富士原厂的镜头 它的防抖协议 跟富士机身是可以通用的 它的利害之处 它是没有防抖开关的 你像佳能的那个IS级别的防抖 尼康级别的 它们自身的那个防抖 包括士马 包括腾龙的防抖 索尼的防抖都是有开关的 这个是没有开关的 它是自动判别你现在的相机 是在稳定器上 还是在三脚架上 还是你手持的状态 如果它是判别你是手持轻微晃动 它的防抖立马启动 而且它的防抖到了6.5级 如果你是富士的XH1的机身 和XT4带有机身 五轴防抖的机身 再配合这个 它的防抖等级可以到6.5 因为它的机身的这个防抖 就是镜头 可以给画面带来的防抖 是5.5级还是5级防抖 一级就是一档 你就可以以很低的快门速度 去拍摄东西而不弧偏 然后16毫米到80毫米 真的广角到长焦 通通覆盖 你就一进走天下了 我说的就是 基本上你干活就不用换这个镜头了 对 唯一的缺点就是贵 到现在都没有降价 富士其实 所有的原厂镜头性价比都不是很高 其实很好看 莲花 莲花遮光照 但还有一个缺点可能就是外变焦了 你看外变焦 说啊对 说到这个变焦 那就说到对焦 对焦就不用说了 快准很 然后它是用了这个 静音马达 就不会像 说到这个静音马达 要说到这两款镜头 时佳能的和适马的这个 他们对焦马达可能不是很先进 以至于对焦的时候 有这种声音 所以就直接造成用机头 机顶麦克风去收声的时候 它就会优先收到这个 镜头 对焦的声音 所以就很尴尬 如果是用16-80毫米的富士镜头去对焦的话 就不会收到哒哒哒的声音 因为它压根就没有声音 它是静音马达 今天的东西就差不多了 剩下的就是打的我提供亮的 这两盏60瓦的LED灯 还有一些收音的声音 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再见